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明十九日又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,加上水气人叫偏多,因此东北部整天一有雨,夜晚清晨中部以北景14度左右,其他地区也只有16度,提醒民众需做好保暖。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降雨方面,东北部一整天有雨,北部、花冬及中南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零星降雨,3000公尺以上高山也因为冷空气影响加上水气人叫多,因此人有机会出现降雪。 温度方面,夜晚清晨中部以北低温约14-15度,其他地区16-17度,白天高温在中南部约18-22度,北部及东北部约16-17度,花冬月20-22度。 据天气风险指出,新一波干冷清冷气团,在周三、四、五、二十至二十二日,预期会有较低温,12-13度可能成为常态,水气云量减少下,很可能在清晨有强烈的辐射冷却,降到11-12度或是更低的可能性将增高许多,白天则会回温5-6度,温差变化幅度较这几日大许多,需多注意。 强烈东北风影响,台南以北,东半部,横川半岛及各离岛沿海,空旷地区及其临近海域,亦有9-11级强阵风,海面风浪大,浪高可达4-5米,海边活动或海上作业,请特别注意安全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日冷气团南下,金门马祖受境外污染物影响位,局测,其他良好至普通指标污染物下午2。 空气团南下,金门马祖受境外污染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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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,金门马